今年九月,中央赠送给香港的一对大熊猫,安安和可可,从四川顺利抵港,加上之前盈盈碌落落,成为诞下一对凤凰胎熊猫比比。 香港现在已拥有六只熊猫,全港出现熊猫日,本会在今年初开始筹备,吸引熊猫系列活动。 我们的第一场活动是熊猫光雕会演,由邮监望明镇事务处与我们共同主办,并在九月十四到十七日圆满举行。 这是香港太空馆自1980年建成以来首场光雕会演活动,吸引了众多的香港市民前往打卡拍照。 第二场活动就是今天开幕的飞夷熊猫展,由深水部明镇事务处与我们共同合办,展期为期三个月。 第三场活动由九龙城明镇事务处与我们共同举办, 四川省委统战部作为指导单位,11月1日将在九龙城高山剧场举行文化中国锦绣四川走进香港专场演出以及熊猫紫金花彩灯展。 将于活动中展出的十二款飞夷玻璃纤维大熊猫,分别由内地和香港设计,融合了不同的中华文化的设计概念, 彰显了我们祖国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大家从今天开始,一年三个月可以在长沙湾海滨花园, 见到一系列月高1.8米,由玻璃纤维制造而成的十二款, 融合了飞夷文化与时尚潮流的童心熊猫。 IC Panda 喜迎熊猫系列活动以飞夷文化为主题, 所以我们结合了深水部作为纺织工业重镇的历史背景, 由四川和香港的设计师共同以穿港飞夷文化为熊猫创作设计手绘衣服。 十二只熊猫每一只都有不同的故事, 大家可以透过扫童心熊猫身上的二维码, 了解十二个穿广文化的故事。 相信这次活动会提升和加强市民对国家飞移植, 文化遗产以及香港历史的兴趣跟关注。